看著要趕快撞 哪裡閃得過 國道上這個路段沒有路燈 駕駛突然發現前方微弱光點 駕踩煞車卻已經來不及了 警車 防撞車 拖吊車都來了 被撞的是一台電動機車 騎士75歲老婦人 已經硬喪輪下 大體被蓋上白布 貨車駕駛在一旁 講著手機 驚魂未定 你在騎在哪裡 外車道 外車道 在第三個山車來不及了 我讀輸光不及了 所以他腳要玩過錢的吧 意外現場電動車車燈還亮著 但牆大撞擊力 機車車尾整個插進貨車車頭 貨車擋風玻璃 碎成蜘蛛網狀 零件車可四散 警方出動吊車 試圖要把貨車拉起來 死亡車禍發生在凌晨2點多 國道3號北上114公里處 這麼晚了 無信老婦人騎著電動機車 卻誤闖國道 仍被撞飛 當場死亡 是腳貨車跟電動摩托車 發生交往的 倒是電動摩托車的 駕駛的 好幾話 警方說老婦人 平時獨居子女都在外地 當時是騎車從後隆 要回竹男的家 貨車駕駛則是載著 滿車的電路板 要往桃園新屋 警方現在正積極釐清 責任歸屬 記者彭志銘 韓志銘 李雲傑 苗栗報導 記者彭志銘 韓志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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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暖科 記者彭志銘 韓志銘 韓志銘 Mhm